电流表可以用来测量电流的大小 电流的单位是安培 所以电流表的符号就用圈A表示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构造 一共有三个接线柱 左边这个黑的标有一个负号叫负接线柱 右边是两个红的叫正接线柱 使用时需要连上一正一负两个接线柱 并且要保证电流从正接线柱流入 再从负接线柱流出 这就是所谓的正经负出 两个红色接线柱上分别标有0.6和3 这两个数字表示电流表的不同量程和表盘对应 如果连的是这两个接线柱 说明电流表的量程是0到0.6安培 读书时要看下边这圈刻度 一大格是0.2安培分为十小格 所以每一小格代表0.02安培 这个读书是0.4又多了三小格 所以是0.46安培 如果连的是这两个接线柱 说明量程是0到3安培 读书时就要看上边这圈刻度了 这时候每一小格是0.1安培 所以读书就应该是2.3安培了 那看这个电路 电流从正级流出 经过灯泡开关回到负级 那通过灯的电流怎么测呢 电流表在电路中相当于一根导线 要测小灯泡的电流就要和它串联 如果并连在小灯泡两端 电流表相当于导线 会使小灯泡短路 当然就更不能直接连到电源两端了 会损坏电流表和电源 在实际使用时 除了正经付出 还需要注意量程 在连入电路前我们需要估一下电流的大小 如果估不出来就只能这么干了 连好电路之后 闭合开关 然后迅速断开 这个时候要看电流表指针的偏转 有没有超过最大量程 如果是这种情况 天转的角度过大 说明选择量程偏小 需要换成大量程 如果是这种情况 天转的角度过小 则需要换成小量程 这种做法叫做适处 可以避免电流表被损坏 选择了合适的量程以后 终于可以进行测量了 并合开关 如果量程是0到3倍 读书应该是2.7倍 总结一下 电流表的使用需要注意三点 串联使用 正经付出 要是处 你学会了吗 呵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